说起美国现如今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 种族歧视与仇恨犯罪 绝对是最令大家痛心的一个 我们先前做过非常多的相关报道 每次都会渴望这种现象 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就在近期 致力于沟通无骚扰 充满人性世界的非盈利组织 Right2B 就联手每三个美国家庭都在使用的富国银行 开展了一系列 以旁观者介入方式 来应对种族仇恨犯罪的蒋席会 以为海外华人打造更精彩生活为宗旨的iTalkBB 作为合作媒体全程助力该活动 以下就是我们从现场为大家发来的报道 3月9号 纽约时代广场AMC电影院内 聚集了一大批前来参加蒋席会的各族一民众 来自NBC News的亚裔新闻主播Richard Louis 担任本次活动的现场主持人 与此同时 亚美公益促进中心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也派出专人到现场鼎力支持 近年来 全美各地的仇恨犯罪不断攀升 根据FBI联邦调查局的统计 仅2021年就发生了7262起 在过去10年中排名第三 近期数据显示 以种族、宗教、性别或其他因素为动机的犯罪 去年在全美主要城市持续上升 鉴于此人口组成结构最为复杂的纽约市和旧金山 优先获选为旁观者介入讲习会的举办地点 本次讲习会 为道场观众传达了一个系统性的介入方式 即五个地 来解决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仇恨暴力事件 面对一场正在发生的仇恨犯罪 我们首先可以Distract 即通过制造响声 或者主动搭讪等方式 分散施暴者的注意力 从而打断或者推迟暴力行为的发生 其次我们还可以Delegate 也就是授权他人 根据发生暴力事件的场景 来求助第三方来帮助被施暴者 比如在场有权威的人士 老师、保安等来帮助受害者 第三种介入方式就是Document 记录施暴过程 这种方式可以在暴力发生后 保住受害者进行维权追溯 第四种方式为Delay 也可以运用在施暴结束后 你可以上前对被施暴者 进行适当的关怀与问候 同时进一步询问 受害者需要什么帮助 最后一个介入方式就是Direct 也就是直接制止 在使用此种方式前 要充分做好评估 在最合适的时机上 直接打断仇恨暴力犯罪 根据Right2B共同创办人 兼执行总监Emily May表示 骚扰行为可以以多种形式发生 我们每天都会在工作现场 见到从有意无意 似真似假的种族偏见 到毫不遮掩 光明正大的性别歧视 我们经常希望驱散这些行为 却不知如何着手 而以上五个D的方式将付权与公众 让他们拥有必要的技能 以旁观者的身份逐步缓和骚扰行为 我们的最终目标 就是将旁观者转变为盟友 据悉讲习会是去年12月 推出的全国性旁观者介入运动的一部分 该运动释出由Richard Louis 以志工身份代表亚裔新闻工作者协会 指导的网络视频系列 这个计划的公众服务宣导 正在全国Comcast频道播放 同时在全美50个州的AMC电影院播出 对此Richard Louis向在场的媒体与观众分享道 我在过去十年间报道反亚裔仇恨犯罪 针对非裔西语裔和LGBTQIA社区攻击事件的经验里 见到旁观者很想帮忙 却手足无措 因此教导群众如何安全地介入 缓和紧张局面的需求 可不容缓 本次讲习会的联合主办方 富国银行 本身就是全美金融行业几个最大的雇主之一 所以他们拥有着来自各个族裔 带有各种身份背景的雇员 而在维系种族平等 打击歧视以及因歧视引发的暴力事件 一直是富国银行最关注的工作 iTalk BBTV特别采访了亚裔市场部副总裁Joanna中 她自豪地表示 就是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公司 这个很有必要就组织这样的研讨会 而且不仅就是说有利于亚裔团体 而且还可以涉及到非裔 还有西裔的团体 还有白裔 也可以就是得到一些帮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是非常高兴和那个这些不同组织的一些社区领导 一块开展这个活动 无论是亚裔领袖苏维斯 被总统拜登提名为劳工部部长候选人 还是以华裔移民家庭背景 创作的影片 《顺息全宇宙》 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都表明了少数族裔群体 在美国这个多元化的国家 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参与感 因此在社会运作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因为种族问题而产生的仇恨暴力事件 终将会被时代所淘汰 就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从旁观者化身为盟友 让这种本就不该存在的社会问题 彻底被粉碎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